281 《文匯報》 首演舞台劇緊張萬分大島優子 余智新黑洞 2015年7月15日國際聲情A31 Manner日本女星大島優子作日鞋和SMAP的導援吳郎 現身東京 出席舞台劇No.9 《不滅的旋律》的製作發佈會 優子穿黑色波點透視群亮相 優雅大方 即間 她透露時首次出演舞台劇 非常緊張 感覺如之身在黑洞裡No.9 《不滅的旋律》講述天才音樂家貝多芬 由失去天國之後 到創作出最後的交響樂第九交響曲之間的故事 到援飾演男主角貝多芬 優子則飾演與製作鋼琴的姐姐一起生活的瑪莉 她為了確認貝多芬的聽力而接近她 後因被她的才能吸引而一直支持其創作 道援表示劇本寫得非常好 她本身對貝多芬的人生及其苦惱很好奇 所以決定出演 而首次出演舞台劇的優子則表示 緊張得快要融化了 仍然什麼都不懂 好象在黑洞裡 我已做好最壞的打算 會滿懷鬥志地去演 希望看其援的姿勢 身體動作等 吸收其所掌 道援鼓勵優子 為演舞台劇和舉行公演差不多 優子表演經驗豐富 一定可以抓住觀眾的心 該劇將於十月上演 偶散發悲傷氣息此外 優子除了忙於舞台劇外 其首部主演的電影Romance將於下月上映 昨日導演彭田游記接受訪問時表示 之前只認識電視機內的優子 雖然他看來很開心、有精神 但不時會感覺到其身上散發出悲傷的氣息 另一方面 日本Oregon網站昨日公布 2015年上半年爆紅女演員排行榜 優子排名第十位 上半年他積極參與電影和日劇拍攝 演技日漸進步 值得注意,而排名首位則是早前在時之遇 和執導的海街diary中飾演十四歲少女淺野靈的廣賴 她以壓倒性的可愛及透明感 力壓排名第二及第三的有村家純和高閃 而排名骨 呢